封起洛阳的宣传方式忽然变了 要知道在资讯渠道如此丰富的当下 一部电视剧从开拍到杀青 都没有流出几张清晰的路透照 剧组的防备工作 到底严苛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想象到了 但是最近封起洛阳的路透照 渐渐多起来 尤其是王一博的路透照片 时不时会在网络上传一阵子 直到今天 官微终于有动作了 一天三连发 不光发过了封起洛阳的概念海报 演员的定装照 还爽快地将仙道预告片给播了出来 这是要带播的节奏吗 私底下网友们一直嚷嚷着要看王一博的定装照 但剧组很吝啬 从来不回应 封起洛阳抄话中 很多粉丝都叫王一博是百里无土 但必须得说 这一波等待不亏 王一博的定装照是标准的唐装少年 其实一般人戴鸭顶的古装帽 是很影响颜值的 但是王一博的古装造型 怎么样都可 遗憾就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如果说王一博的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剧终黄轩的造型 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的造型有一点江湖气 将他自身的儒雅压了下去 定装照中抱着剑 戴着斗笠 配上游戏的眼神和小说中的角色不良 副帅高炳竹倒是十分相似 如果加一点邪魅就更好了 宋倩的路透照我倒是看过一些 有着官家的侠义之气 但是另一位女主宋义的定装照片 我是第一次看有点小家碧玉的感觉 在剧中她是王一博的官配 个人感觉她唐装造型比她在最续中还好看 显得少女感十足 当然给大家最直观印象的就是预告片了 暗色系背景 牡丹 乌图塔 神都 洛阳一人交替出现 看到这不属于电影的场面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制片方当初在发各种官威的时候 将镜头都对准了场景和物料有了他们的衬托 整个电视剧更有质感 一部电视剧能制作成这样是非常优秀的 电视剧改编自作家马国庸同名小说 故事发生在唐朝武则天时期 混迹于洛阳底层的高炳竹 卷入了一场杀人案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去查案 王一博饰演的白李红一是贵族 好巧不巧的是死者的儿子 他也为了查清是谁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与高炳竹一起查找原因 从短短的预告片来看 这两个不同阶级的人 一开始是互相看不顺眼的 却因为各自的原因 不得不捆绑在一起 但是后期 随着对案件的深入 他们之间有了默契 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一个足可以毁灭神兜的阴谋 为了拯救神都 又发生了一系列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 光看预告片都很过瘾 从整个预告片来看 崩起洛阳的风格 和前一段时间马国庸的另一部改编剧 长安十二时辰有类似的地方 同时也有神探敌人节之神 都龙芒的味道 整个场景很宏大 尤其是最后那几个镜头 从顶部看洛阳城的夜市 配上神兜这把火烧像何处这样的台词 总让人有无限的想象 这部电视剧同时通告了另一个亮点 那就是电视剧的演员 全体用原声台词演绎 这一次我们可以听到王一博的本声 他的粉丝们应该翘首以盼了吧